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对美国农民的保护政策 在下午的时候呢 美国贸易代表 这个拉特黑德 这个叫 翻译成 莱特希泽 他呢 发布了一个个人声明 就是说 依据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案 第三零一条 可以对中国的这些商品啊 征收额外的这种关税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 中美之间 一个小规模的贸易争端 现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贸易战 并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这种趋势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回对美国 而这些措施呢 我个人判断 有很大程度上 是有关的主管部门 中国的 或者高官 对美国的情况 对美国的民意 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做出了误判 所以中国一连串的这种出招 我们会看到没有解决问题的迹象 反而让双方之间的关系啊 迅速的这个敌对化 第一个中国出的招数 就是30亿的这种 关税征收计划 我们前面讲过 中国首先选择对美国的大豆动手 我在前面的节目中 反复的说过 不要轻易去动孟山都高通和波音 但是中国的这个30亿的计划里面 提到了孟山都的大豆 也提到了波音的飞机 这个计划 这个30亿的计划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草率的计划 首先它不能使中国得益 中国不会从这里面有什么大的收益 中国只是一个掏钢战术 像海依娜一样的掏钢战术 掏谁的钢呢 掏川普总统 在美国东北部票仓的钢 黑虎掏心 意欲是威胁川普总统 我要打掉你的票仓 我要推你下台 虽然中国不承认这么做 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你有这个意思 在这种局面下 川普总统当然心知肚明了 所以 他 这个宋氏 推出了一千亿的这个计划 应该说 这不是他 这个寄星的作品 而是他本意的一种表露 他本来就想打这么大规模的 这种贸易战 甚至其他的战 只不过呢 由于前面的时候 幕僚内阁没有准备好 有反对 所以呢 他降低了规模 但是 中国的这种反应 这种行动 让川普总统 送势 把这个 双方的争端 推向一个 新的高度 这当然对中国 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误派 这个三十亿毫无意义 第二个误派 我们能看到 对不起 这个中国啊 对美国的农民 没有了解 因为中国认为 美国的农民 就像这个中国的农民一样 会喜欢钱 喜欢利益 会见钱也开 我只要打掉你的收益 我只要损失你的收益 这个美国农民 就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反对川普 这个误派 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历史 对美国文化的 对美国民族制度的一种误派 美国农民当然也注重利益 但是美国整个文化 是非常注重它的民族制度 就是说整个民意 非常这个热美国的价值观 试图把美国农民 拉到自己一边的 这种企图啊 是幼稚的 是愚不可及的 只能让川普总统 这个勃然大怒 火上浇油 让事情啊 一发不可收拾 我在前面的节目中也说过 你制裁美国农民没有用 川普总统可以把征收来的关税 相当一部分拿来 补贴美国农民 所以这个三十亿 和后面的这种高官的这种 中国高官的这种做法 这种强硬态度啊 让事件失控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各种媒体 都开足马力 咬紧牙关 要求跟美国打对等的这种贸易战 同等规模的 你怎么来 我怎么对你 这实际上 是对这个 美国社会不了解 中国现在面对的不是川普总统一个人 川普总统是美国民意的整体爆发 川普总统 有 过去有种种的非议 中国对川普总统也有各种的这种 这个编排 可是他依然当了总统 那是民意的体现 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是整个美国 不要指望去 风解 化解美国 虽然美国没有大外宣 没有宣传部 报纸上不讲爱国 但真正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要跟美国发动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战 甚至经济战 美国人民一定是站在川普一边 一定是 这个 齐心协力的 一致的 所以你这种 中国这种高官连续放硬化的做法 实际上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斗志 这是不理性的 没有那么严重 刚开始 不要刚开始把他作为战争去对待 他就是一个贸易争端 我前面说过 中国要做的只是一部分的战略妥协 可现在好 战略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 而彼此的这个贸易战 经济战 这种这个可能性大增 所以我们说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 这个趋势 这个呢 也是中国的一系列的这种误判 那么还有哪些误判呢 我们说 中国呢 这个 贸易部啊 大王 反复指责 美国 不守规矩 美国 违反国际贸易的条例 搞单边贸易保护主义 调弃 国际社会的贸易争端 中国这么指责美国的时候 美国 当然要提醒中国 不要忘记 谁首先对WTO的协议 进行了违背 所以 这等于是 这个 一边 这就是就我们说 中国难听的话叫贼汉捉贼的这种游戏 而且中国是这个胡锡进同学 环球时报 和商务部的某些发言人 一起要求欧盟跟中国站在一起 共同来抵抗 这个川普的贸易单边主义 我说啊 真的你不懂美国也不懂欧盟 欧盟不可能跟中国站在一起 因为 当初WTO协议之后 对中国的这个执行方面的不利 美国提出质疑的同时 欧盟也提出过质疑 欧洲议会也对中国发了很多函 欧洲的公司 也在欧洲议会 告个状 欧盟本来对中国也不满意 怎么可能现在跟中国站在一起反对美国呢 这又是一种误判 所以 在这种局面下 我们能看到中国这个应对措施 或者应对团队 比较僵化 而且国际化事业欠缺 不懂西方民主制度 不懂贸易这个争端的解决机制 一味的这种文革式的语言 充满战斗的这个好情 这不利于解决 这个贸易争端 美国人 是跟苏联 经历过核大战洗礼的 不要忘记 川普 不要忘记这个肯尼迪 领导美国人民 对苏联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这种 全国上下一心 不惜冒着跟苏联 打核战的这种风险 最后 击退了这个苏联的这种 核布局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说硬化对美国 对欧盟是没有用的 这种说硬化的思维啊 是中国国内 管控的思维 大外宣的思维 不是解决国际贸易 争担的良好的思维 所以在这方面呢 中国如果不进行 有效的管控 未来还会吃亏 未来还会造成大的麻烦 引来trouble 付出代价 我们说 中国 要认识到 美国 美国这次不仅仅是要一点关税的利益问题了 美国既然敢这么大规模的发起 这种 贸易战 而且不惜 动用其他力量 我们一定要看到 川普不是一个商人 美国也不仅仅是要 取得几百亿的这种关税 不要忘了 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里面提到的 美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担忧 美国对中国定义为头号竞争对手的这种 弄掉 美国是要全面遏制中国 这个 这个 弄点 我第一次节目里就讲出来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贸易战 不是中国商务部 贸易部 一家可以应对的 商务部只从生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个视线 是错误的 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 全面的较量 一次全面的交叉 彼此之间的围堵 已经超出了贸易战的范围 而且 这个 很多这个中国的媒体里面 充满着美国离不开中国的这种弄掉 但是你看2017年双方的贸易 中国出口了四千多亿 美国进口了这个中国进口了一千多亿 这是中美之间 美国其实对中国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 中国并不是很大 而中国的很多产品是中低的产品 可以在世界各国找到替代品 可以从印度 越南 墨西哥 加拿大 东欧 找到替代品 所以美国敢于打这一仗 那么中国呢 中国对美国的这种依赖程度 尤其是底层跟民众相关的领域里面的依赖程度 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中国去打一仗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制造业回归计划 跟这次贸易战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通过这种贸易的这种较量 贸易关税的这种征收 有可能会迫使在中国的一些这个美国高科技企业回流美国 同时呢 把中国的这种产品堵在美国外面 为美国制造打开空间 那么既然川普现在看到 中国已经连续放硬化 并且使出了黑虎掏心的这种招数 要改他下台 那他一定会使出来更加严厉的这种招数 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这个办公室 公布了对中国的这种 对知识产权 这个技术转移和创新领域里面 对美国的冒犯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找理由 要怎么样对付中国 而且美国使出的招数我们看到 都是非常 狠的 比中国的黑虎掏心 还厉害 美国贸易代表提到了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 中国的C919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 中国的大飞机 依赖的实际上是国际上的供应链 劳斯莱斯的发动机 机翼的发动机 机翼的控制系统 那么 美国有没有可能 在贸易战中 打掉中国C919的整个供应链 这种可能是非常存在的 非常可能性 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 双方已经不是贸易竞争关系 双方已经走向敌对关系 只是还没有开枪 大家都在开枪之前 抢地盘 砍对方的手臂 直刹一枪 看谁把谁打死 当然离那个时候还有距离 但是 氛围已经不对 美国既然提到了C919 它绝对不是说 说一下就过去了 美国是想腹底抽薪的 美国还提到了 康宁 利莱 波音 这些公司 在中国的有关技术转让 和核心 的这个技术被中国强迫性的转移 试想一下 如果美国 对这个高通 对波音 对微软 对Apply Material 这些公司的产品 净用到中国 不许卖给中国 那么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中国的手机产业 将会倒退 十年以上 这中间可能还有英特尔 还有RBM 还有一系列的 在中国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中 起重大作用的 软件 硬件体系 如果没有来自美国 持续的维护 持续的供货 持续的这种技术服务 中国短期内是无力发展起来 这些产业的 既然大家都是黑虎掏心 都是这个 富气抽薪 那就打个底朝天 那美国会不会这么想呢 不要侥幸 美国不会这么想 这绝对不是说 美国不放硬化 美国就不会干硬事 美国放的是软化 美国的这个 贸易代表 和这个 商务部长 都放了一些软化 不像中国的高官 放的都是硬化 但是美国做事 一点不会含糊的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中国 是否要考虑 这个贸易战失控以后的成本问题 尽早的战略妥协 是不是成本最低的 代价最小的 而随着 这个贸易战 双方的争端日益加重 美国的要价一定会提高 中国付出的成本 一定会更多 谁将来收拾这个局面 我在前面的节目里也说过 这个半导体行业 很重要 波音很重要 你要取得这种配件 什么的 这个 美国的贸易代表 还提出了云计算 这一块 我们知道 苹果把他的 云服务的 这个 从属器 从事中心 放在了中国 这也是中国逼迫的结果 这些其实美国都看在眼里 云计算 云服务 是美国主导发展起来的 美国 不会看着中国在这方面 超越它 所以在这方面呢 美国也会出招 所以不仅在传统产业 在高技术产业 在创新产业 双方 战线越拉越长 而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如果在一个关键环节上被打断 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损失 都会受到这个 阻异 你比如说这个 就食品这个产业链 基础是大豆 你真打大豆 那么猪肉怎么办 粮油怎么办 种子怎么办 是不是整个食物链上 所有的这个 东西都受到这个波及 价格都会受到影响 一样的 打掉发动机 整个飞机的这个供应链系统 有可能中断 打到芯片 半导体行业怎么办 这都是决策层 应该要仔细考虑的 这不是放硬化就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 这个 这种新的贸易争端 当然现在没有到死角 应该还留有一些余地 就像我前面反复的说的 战略妥协的这种空间还在 但是 中国一定要 重视 这种贸易 谈判的策略 和整个愚弄 风围 一旦贸易战争的打起来 首先受伤的 肯定是中国的底层 老百姓 老百姓 面对猪肉上涨 食品上涨 资金短缺 会激发起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 就是前一段时间 砸日本车 这个为韩国店 那批人 这批人很容易变成 上街的那一部分 很可能会从 这个良民 变成暴徒 而一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 被上层 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所利用 那就是政治争端 国内的政治争端 我们说中国 每年有一万多亿的维稳费 说明中国内部不稳定 有不稳定的因素 在内部进行了一场 无声的战争 因为跟军费的 这个费用一样多 甚至还更高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 是否有能力 是否是理性的 如果跟美国开战的话 是不是理性的决策 难道真的要两条线作战吗 内外开发吗 那么美国 是扶持 不同政见者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高手 看美国过去跟不同国家 发生的这种大型的遏制 或者这种 这个政治这种 争斗 这种无声的战争 美国基本都达到了它的目的 利用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在经济波动的时候 发展代理人 在急于导致 这个 对象国 发生社会动荡 中国 现在的体量 一旦发生动荡 所有在这条线上的 华人 都会受 都会受伤 都会波及 谁也不愿意看到 一只下蛋的母鸡被杀掉 谁也不愿意看到 双方从经贸战 打成这种 遏制战争 最后 打成代理人战争 最后 打成新的冷战 如果发生 新的冷战 中国 应该说 目前 无法 拉起来一个比较 强大的同盟 而西方 一定是站在 川普一起的 这是西方的传统 和他的名义 和他的价值观决定的 这是胡锡进这些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 胡烈烈的人 无法理解的 如果真的认为 西方 是会同情中国 西方的老百姓 会站在中国人民一般 那一定是战略误判 我们说 当前处于一个 非常危机的阶段 中国 没有多少 可以谈判的余地了 战略妥协 是成本最低的 解决方案 而战略妥协 需要更高层面的人 拿出勇气 拿出政治智慧 来解决 这个经济问题 把双方的 争端 管控在贸易争端 经济争端 而不要演变成 双方的 政治争端 外交争端 最后成为 新冷战的基础 如果那样 双方就走向敌对关系 代理人战争 也许很快 就会发生 这是所有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是灾难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解读在这 谢谢大家